那些拜菩萨的人 拜偶像的人 我说 你们喜欢拜菩萨 拜偶像 我可以造一个给你们拜 最近我好像 都得罪了他们 好像很自大骄傲 其实不是 也不是胆子的问题 是道理的问题 因为上帝造我这个头脑 是理性的头脑 讲道也要讲理 因为在理论上 常识上 你拜人造的东西 是有损我们的尊严 你侮辱你的尊严 你的德行也有问题 你的本性也有问题 所以这个道理是这样去的 今天的道理 需要有一点思想 而且要有一点专心 我讲 我造一个偶像给你们拜 是讲道讲理 我们社会常识 是我们相信社会在进步 这些古代的人造出来的东西 我们现在现代人进步造出来的东西 在道理上面一定比他们好 还有我们人的倾向 都是向好那方面 只有魔鬼撒旦 向坏那方面 所以今天早上我有个思想 讲出来可能有些人 可以在后面咒骂我 我也不怕 感谢神人给 魔鬼撒旦 跟我的脾气 有一些相同 他历次 要干坏事 我也是历次 只是我要干好事 历次这方面呢 我们是一样 他一辈子要专搞 引导人去犯罪做恶 我一辈子就专要搞 引导人去刑上 违背 毁掉魔鬼撒旦的工作 这个话很难讲的 因为有人呢 他可以在我的话里面 再一点出来 你看他自己都说 他的脾气有一点 跟魔鬼撒旦一样 你栽这一句出来 我就一辈子完蛋了 看着 李基修 但是我不怕 我现在希望 我早一点完蛋 我可以去钓鱼 所以我也不怕 感谢神的恩典 总而言之 我今天的题目人非常要紧 大家好好的学 免得你在信耶稣这方面 在宗教这方面 污辱你自己的尊严 毁坏你的德行 得罪你的本性 敬拜祖先 敬拜祖先 第一项 世界上的人 以为顺利成章 以为非常厚福道理 祖宗对我们有恩典 帮助我们长大 特别是那些有钱的人 他们叫做 我记下这么多恩典 给我恩典 给我享受 所以我敬拜祖先 理所当然 顺利成章 但是呢 在圣经里面的道理来讲 不厚福圣经的道理 拜祖先跟圣经也不相同 因为祖先也是神造的 圣经讲得很清楚 人不可造神造的东西 你要造你要拜神 这是我们讲理性 普通常识 第一的拜高的 如果你有最高的可以拜 你不要去拜其次的 有最高的 就不要其次的 这个普通的人 好像你找职业做不一样 通常都是这样 从低向高那里长进 拜祖先是中国人传统 在人为的社会里面 还可以勉强说 呵护道理 我没有听见 有祖先拜儿孙 祖父拜孙儿孙女 这个我没有听见 Michael 你听见告诉我 我看哪一个文化 有祖先拜子孙的 这是连人性也过不去 所以普通情况之下不存在 我讲得很准的了 因为有时候 有时候在圣灵里面有个角落 可能有 一个儿子一出生 他就跪下去去拜他 可能有 我不知道 可能你也不知道 下面是圣经说的 不可 不可 也不可做任什么形象 反复 上天地下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非常详细 非常详细 为什么神要讲得这么详细 你不可雕刻这些 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他 因为我主你的神 是忌邪的神 恨我的 其实应该是不听我话的 我必追讨他的罪 自负及子 直到三世代 这是我们中国人思想 绝对不能做的事 拜菩萨 拜偶像 造一个东西来自己拜 给人家拜 这是侮辱我们的 在前面那个本性 还有就是侮辱我们的 要记得这个 尊严 德行 本性 非常有关系 记得今天的题目 本性 德行 尊严 这是英文的 因为我不能分开 所以这里要把它这么长 如果有人发现 你追求研究发现 你今天看见的中文 跟你读的英文中文圣经 有一些不相同 千万不要以为我改圣经 传天下 因为现在有人在网站上面 学习我的功课 如果你有这个思想 你就犯了罪 误会 陈约翰是多一个罪 我是照英文 原文准确翻译出来 所以你要先研究好 时候将到 这是耶稣的教导 时候将到 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 要在灵里面 真理里面拜他 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现在有英文 你要拜天父 要再用 spirit 还有into in spirit into 灵 真理 我们中文没有翻译出来 所以 你要照着圣经 原文 英文里面 比较准确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我们要拜父 要先问父 要我们怎么拜 好像我生日 儿女要请我吃饭 他要知道我喜欢吃什么东西 现在呢 人家就得最恭敬的 就请爸爸吃龙虾 但是呢 他们要知道 我吃龙虾呢 会有 那个叫什么 高亚特 痛风 OK 如果你现在知道 我有痛风 还有 爸爸生日 请他吃龙虾 那就有麻烦了 OK 总而言之 你要知道 我们要拜父 父要我们怎么样拜 用什么东西来拜 你最好问他 圣经里面记得很清楚 神是灵 所以拜他的 必须用灵 依照圣经真理拜他 要记得 听了以后 要记得要拿去用 然后呢 你不会受骗 神是灵 所以凡是有人问 只有小孩子 小小的 我们的神 是怎样的 对于这个问题呢 是无知 小孩子可以问 神的样子是怎样 神是灵 样子是无知 所以有很多时候呢 人呢 没有想清楚 但是呢 如果他没有想清楚 也是我不怪他们 因为这个世界来到圣经 来到宗教 来到信仰 他们都不讲道理的 也没有知识 都是糊溜糊涂 糊搞糊缩 使徒保罗教导这些了 刚才是旧约的 耶稣的 现在是保罗的 你们所忍受的 是神管教你们 他叫父亲管教儿女 没有儿女管教父亲的 他们现在有一种叫做 老人的照顾 他们叫做照顾 不叫做管教 这个老人管教手 他们也不敢叫做 现在老了 他不懂事 我们要管教他 他是说帮助他 OK 他是说照顾他 焉有儿女不被父亲管教的 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 待允许的诫命 儿女孝敬父母 那是理所当然 合乎圣经 合乎人本性 合乎人的道德 合乎我们的尊严 你连父亲都不尊敬 你伤害 侮辱你自己的尊严 现在孩子们 年轻人 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年轻人 他从小就说 妈妈你不要担心 你老的时候 也不要担心 我不照顾你 我把你放在养老院里面 我每一个月 写一个支票去付款就行了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 杨教授 你这句话听起来有什么感觉 你老了 我把你放在养老院 然后养老院的费我付了 有什么感觉 好像不大 条线好像不大顺了 他就 这些送好了 他把你放在医院里面 填一个假的地址 然后就消失 他就找不到了 这样的孩子有的 OK 这是毁灭他们的本性 毁灭他们的尊严 也毁灭他们的德行 上帝在这方面 要追究三世代 你跑不了 上帝恩典 我能讲圣经的真理 不怕得罪他们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 警戒养育 警戒要养育 所以有时候你这辈儿女 这是理所当然 这是本性 这是尊严 这是德行 OK 这是顺理长征 长征 这是应该这样 所以神 他们 因为他们 不管 他们的本性 他们尊严 他们的德行 所以神任凭他们 承着心里的情欲 行误会的事 彼此沾污自己的身体 这是同性恋了 三十几四十年前 在台人街 这个牧师同工会里面 我参加了十几年 我们也是发起人之意 我也是发起人之意 那一次就有长老会的人 牧师 这个长老会这个牧师 我四十年前来的时候 他已经在里头三十多年 他三十五现在的年纪 如果他现在还活着 有一百多岁了 他有一次他就报告 他们全世界长老会 最高的统治机构 决定 从现在开始 同性恋的人 可以做牧师 我那个时候 是他们里面最年轻的一个 我笑发 我在扩事里面的规矩 我就举手 他知道我举手 有什么意思 要问问题 所以他就 请你说 我说 那里面长老会怎么解释 这是罗马书第一章 他知道那里是什么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罗马书第一章 罗马书第一章说 同性恋 要下地狱 但是他很聪明 我也很谦卑 我也很谦卑 我只是举手 笑发学生 的规矩 你们长老会怎么解释 罗马书第一章 他答得非常聪明 他说 我今天来这里做报告 不答问题 我给他 我说 你真是聪明 感谢神人典 我能够讲圣经的道 所以 上帝安排我在 旅游这里 有宪法保护 他们有自由 胡说 我有自由 讲圣经道理 我造读 有很多地方 我根本不需要解释 他们将神的真实 变为虚幻 去敬拜 事奉 受造之物 不禁奉 造物的主 不禁奉造物的主 这是我们的尊严 我们的德行 我们的本性 神造我们 要敬拜 造我们的人 造我们的神 我们是神造的了 这里很清楚 你必须 你必须禁奉 造物的主 造你的主 你要拜 所以我从小 因为讲道理 不是自傲 不是骄傲 是道理 你们喜欢办这些东西 我造一个给你们办 而且我有时候也加上去 我保证我造的一定比他们好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在进步 不是在退步 看着这些都是道理 这些都是平常的常识 所以这不是骄傲 就是因为我这里是讲道 讲理 道理是这样 看着这点很清楚 他们去拜受造之物 他们不拜造物的主 这是哪里来的尊严 你的尊严在哪里 你的德行在哪里 你的本性在哪里 你的本性在哪里 神造我们的本性 是要来拜造我们的主 造我们的本性 造我们的德行 造我们的尊严 顺着神所造这个天性去行 你就可以快乐 就可以长寿 就可以活得好 这是道理 这不是强词多理 主乃是否称重的 直到永远 阿门阿门的意思 就是重复一次 第三 人控制物 不是物控制人 这也是 关乎我们的本性 我们的德行 我们的尊严 感谢主的恩典 赐给我这个思想 这个讲章 你们今天有机会一起学 真是有福气 希望你们听了以后 告诉你们的亲戚朋友 他们拜受造之物 他们不拜造物主 是损害 侮辱他们的尊严 他们的本性 他们的德行 所以这个社会 所以这个社会 全世界乱七八糟 就因为人 道师 逆行 道师 逆行 所以造出这么多的 败坏 这么多的 憎恨 仇恨 所以我感谢主的恩典 这篇道理 真是要 常常常重复 因为是 官复我们尊严 官复我们德行 官复我们的本性 官复我们讲不讲道理 你必须要讲道 要讲理 然后你能够顺理成章 你能够好好的 最少自己会安心的活 顺着这个本性自然 神说我要造纵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深处 我传递非常清楚 被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我就很奇怪 为什么神在这方面 非常详细 每一样都列出来 连一切昆虫也指出来 因为神要我们必须这样做 这是顺理成章 有关乎我们本性 我们的德行 我们的尊严 所以必须详细 严肃的尊行 神创造人 要来治理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深处和传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些昆虫 神造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造作祂的形象造男造女 神再重复一次 这是一个重复 神就赐福给他们 他们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 遍满传地 遍满传地 所以过去几十年来 中国那边限制人生一个 这是不和无圣经的教训 那我不讲人家做得怎么样 因为神要人生养众多 遍满传地 现在我们人不敢生 所以是自己不敢生 也不要生 因为生出人儿女 他将来自作是把你 放在养老院里面 然后不管你 这是最好的 但是神要人 遍满传地 生养众多 有一项 我一讲传天下的主义 传天下所有的人 都可以生十七二十个 有一个女人生二十个 不要说二十个太多 一个女人生二十个 都有饭吃 只有你不打仗就行了 全天下没有人能够反对 你想想看 全天下 国家与国家之间 就是美国自己这个国家 如果他不需要打仗 一年六百五十千百万 全天下都有饭吃 当然美国打仗的资源 就足够全天下有饭吃 全天下来给我变欢迎 我请你吃饭 感谢主的恩典 我们可以生养众多 配满传地 还有饭吃 只要你不打仗熟 还有其他很多 还有很多 如果你顺理成章 照着你的本性 照着你的德行 照着你的尊严 去行事为人 你生病也少了好多 你又省下多少的健康保险 多少的医药 感谢主的恩典 从年头到现在 我好像一开始就感冒 我认识的医师已经三十多年 我们变成很好的朋友 他也非常尊敬我 曾经来我家里跟我一起 看我的讲道 我说林医师啊 今年一开头 就要来看你 真的不好意思我 直到现在 还没有第二次 现在我太太还劝我 要去打感冒战 我可能不去打 OK 神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 配满传地 治理这地 英文不是复旦 这样 撒丢也 这两个字非常好 撒丢也 是什么意思 降伏他 挟制他 管理他 保养他 这是我的 你要听我的话 我不听你的话 这个意思 撒丢也 你要配满传地 这个地 要听我的话 所有昆虫 所有走兽 天中的鸟 都要听我的话 这才对 现在有人 拜牛 拜蛇 拜昆虫 真是可耻 你的尊严在哪里 你的本性在哪里 你的德行在哪里 都没有了 所以那照着神旨意 受苦的人 要一心为善 将自己的魂 交给造化的主 我们是交给 我们是信靠 敬拜 侍奉 造我们的主 反称呼 为我名下的人 是为我自己的荣耀 创造的 讲得很清楚 神造我们 要得荣耀 我们生儿女 也要得荣耀 如果我们的儿女 大家都称赞 我们就觉得很高兴 这是自然的 如果我们儿女里面 有一个吸毒 传家都完蛋 那有联系问 为什么 这不公平 他吸毒 为什么其他兄弟姐妹 完蛋 这个很清楚 所以我们必须 彼此帮忙 彼此照顾 彼此关心 你不要以为 是他的孩子 这条邻居 因为有一个吸毒 常常就有警察 警车啊什么 这个闹关闹事 你整条街都有问题 因为我们同住在同一个地球 呼吸同一个地 同一种空气 所以一个人信念 整个会场 每一个人都要受害 这是现实的问题 因为我们活在一起 我们必须彼此相爱 彼此帮助 彼此勉励 彼此来勉励行善 凡事我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我都可行 总不被任何事控制 这句话要背下来 今天你最少要背这句话 我控制神 我控制世界 不是世界控制我 我控制所有的事情 好像今天你来这里听我讲到 是你控制 我今天早上没有打电话 催你来 也是你的福气 这是正常的 这是合理的 这是合福圣经的真理 你不能受任何东西控制 甚至你的信仰 你的宗教 所以我下一篇讲章再研究 我愿意 我要 那是必须的 所以有时候你关 你跟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有时候你要想 这是我要这样 那他是不是要这样呢 有时候要想清楚 如果两个字 我要也是他要 那最好了 如果有时候是我要 他不要 那你就要商量了 OK 要讨论了 这一讲道讲理 总而言之 今天我们讲很清楚 神在我们控制世界 不是给世界控制 所以我常常提醒 大家一起 我们有尊严 我们有本性 我们有德行 我们要尊敬 顺着这个道理去做 千万不要给一支烟 一杯醉 就把你控制 你的村人在哪里呢 你的德行在哪里呢 你的本性在哪里呢 一杯酒就给你控制 还有有些人告诉我 我清楚告诉他 如果你再不借赌 如果你还要赌钱 你就不要来算了 因为我一看见他 我就觉得羞耻 他说 我的朋友 要我去 我说要你去赌钱的是你的朋友吗 我才是你的朋友 我叫你不要去赌钱 你受赌钱控制 人家要赌 人家要赌 你就跟他一起做赌 你的尊严在哪里 你的本性在哪里 你的德行在哪里 人说我不能控制自己去做任何事 就是羞辱神 羞辱自己的尊严 因为神创造你 可以控制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人也必须控制自己的欲愿 倘若人心里坚定 没有不得已的事 并且由得自己做主 这是圣经讲的 你自己可以做主 这是讲到我三个礼拜 两三个礼拜以前 讲结婚那里 订婚 原来我发现在圣经里面 订婚这一回事 在圣经里面 not minding ok 只有你可以随时取消 是这里 心里又坚定 留下女儿不出嫁 订了婚不出嫁 如此行也好 总而言之 这是 今天我要强调的是 人控制 ok 不是东西控制人 人控制自己的信仰 不受宗教信仰控制 这叫异端邪说的特点 他控制你 你不去参加聚会 他每天打几个电话 搞到你没有办法不去 这种的信仰 你要小心 他在使用的控制 好像有人 19岁就刮这个牌 我是长老 浪费两年 19 20岁不读书 去传世界 传他们的宗教 他这样控制你 还有他控制你 你要去哪里 你不能你在尤塔 你要去牛肉 你在中国 要去美国 总而言之 你要离开你的家 你不能在附近 这样控制 而且遥控 这种信仰 你必须要小心 你的尊与 你的尊严 你的本性 你的德行在哪里 都侮辱了 先知灵 小心这里 缘是顺服先知的 信仰 他上次来告诉我 他去了一个教会 他在你懂 你赶快下跑 你真是有福气 就是这里了 先知的灵 缘是顺服先知的 信也顺 好像我们这样 我们可以控制自己 我站在这里 不乱了 也不欺言也不获取 我后悔你看 没有这些 先这里是顺乎先知的 有时候我有好多话 我在看圣经 看这个表 我要控制这个时间 也要控制这个讲章 神的旨意就是 要你们成为圣洁 远避兴行 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 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 控制 control 他自己的身子 人要控制 自己的身子 自己的东西 传现下来的事情 不放纵私欲的邪情 像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受了洗的人都要自己决定 要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是你they devoted themselves 他们自己决定 好像今天你自己决定要来教会 听我讲到一起学习 非常好 你非常有福气 你今天学到这个教训 要记得 你有本性 你有德行 你有尊严 你必须顺着这些去做 不要违反 不要道思逆行 你道思逆行 你不顺着这些德行 本性 尊严去做 你就惹麻烦 人能够自己选择 要成为全能神的儿女 你们物要从他们中间出来 与他们分别 不要沾不接近的物 我就收纳你们 我要做你们父 你要不要做我的儿女 这是全能的父主说的 你们要 是你们自己要 结论 你明白为什么 今天讲上题目是什么 是人的本性 德行 尊严 与信耶稣吗 能够背下来吗 一起来试好不好 人的本性 德行 尊严 与信耶稣 再来试 本性 德行 尊严 信耶稣 大声一点好不好 一二三 本性 德行 尊严 信耶稣 愿神赐福保守你 感谢主任 时间到了